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美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五天三周安全问题 连航客机晾机舱门灯紧急降落 男子喝老婆煮的汤差点被堵死 祸首竟是诈骗集团 出人意料 拜登儿子露面国会听证会 金山骇人是母案 他连刺数刀 在脸书直播杀人全程 花46.6万和17岁少女性交 报安德鲁王子爱这位 请大家收看 五天三周安全问题 连航客机晾机舱门灯紧急降落 网友 美国联合航空近期发生了多起安全事故 其中一起事故是一架空中巴士A319客机 在飞行途中机舱门指示灯亮起 需要紧急降落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国际机场 这是联合航空五天内发生的第三起安全事故 另一起事故是一架波音757-200客机 在飞行途中突然施压 机师不得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降低飞行高度 最终 这架客机安全降落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这些事故引发了对于联合航空安全管理的担忧 男子喝老婆煮的汤差点被毒死 祸首竟是诈骗集团 网友 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妇女被指控因受诈骗集团的怂恿而企图毒杀丈夫 据报道 这名妇女在与诈骗集团假扮成明星凯一的人进行聊天后 被怂恿离开丈夫并在汤里下毒 然而 妇女坚称自己并没有在汤里下毒 丈夫的不是只是因为汤放太久 妇女的女儿向警方举报了她的行为 尽管丈夫的毒物学检测结果呈阴性 妇女仍被警方指控有恐吓证人 谋杀未遂 拘捕袭警并妨碍警方搜证等嫌疑 出人意料 拜登儿子露面国会听证会 网友 根据墙内党媒环球网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国会听证会上出现 并在共和党人准备提出藐视国会的决议时突然离场 共和党议员马乔利·泰勒·格林指责亨特是胆小鬼 亨特此前没有遵循国会传票参加闭门听证会 因此被判定藐视国会 关于亨特的这一举动 格林称她害怕强势的共和党保守派女性 并称其为胆小鬼 亨特的露面引发了会场内外的骚动 有观察人士认为 这次听证会可能给拜登的连任之路蒙上阴影 众议院将就相关决议进行投票表决 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去年12月 众议院已批准对拜登展开弹劾调查 尽管共和党人提出了道德质疑 但尚无证据表明 拜登在任期间有腐败或收受贿赂的行为 金山骇人是母案 她连刺竖刀 在脸书直播杀人全程 网友 在旧金山北边的圣拉菲 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世母命案 28岁的女性 凶贤用刀刺死了自己的母亲 并通过Facebook Live 将整个过程直播给网友观看 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 逮捕了凶贤 被刺伤的女子被送往医院急救 但最终不治身亡 母公司Meta与警方合作 删除了那段血腥视频 并正在调查凶险的动机 圣拉菲和圣塔努萨两个警局 正在联合调查此案 花46.6万和17岁少女性交 报安德鲁王子爱这位 网友 华尔街金融大亨爱普斯坦 Jeffrey Epstein 被指控犯下多起与未成年少女性交 性侵即性贩孕等罪行 最近与他相关的法庭文件被解密 其中涉及到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Bill Clinton 川普 Donald Trump等人的名字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胞弟 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 也被指控与一名17岁的少女 发生性关系 并向他支付了15000美元 这些指控遭到了安德鲁王子 和白金汉宫的否认 爱普斯坦的女友迈克斯维尔 Dislay Maxwell 也涉及多起贩孕未成年少女的罪行 他已被判处20年监禁 爱普斯坦在2019年 阴性交易未成年人暗被捕 不久后在日中死亡 此因引起了争议 波音737 MAX 9继续停飞 运输不涨 安全钱不会付飞 网友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 波音737 MAX 9客机 在飞行过程中 窗户和机身的一部分被吹走 引起了关注 该公司紧急停飞了 所有的737 MAX 9客机 并等待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批准后 才能再次飞行 美国运输部长表示 在证明安全之前 所有的737 MAX 9客机 都将被禁止飞行 此外 联合航空也决定取消 所有使用737 MAX 9客机的航班 这些决定将对阿拉斯加航空 联合航空 以及其他国际航空公司造成影响 美国最高法院面临川普炸弹 大法官们如何解套 网友 美国最高法院将裁决前总统川普 是否有资格参选总统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 川普不应出现在共和党初选的选票上 这是第14修正案 首次被用来禁止总统竞选人 出现在选票上 川普对此提出上诉 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承认 有必要迅速做出决定 政客杂志列出了 五种最高法院可能采取的策略 并分析了其中的利弊 其中包括将总统不算作官员 需要制定明确的法律来裁决 认为目前宣布川普没有资格 还为时尚早 以及将这个问题视为难以处理的政治问题 首先 最高法院可以将总统不算作官员 从而让川普留在选票上 这种裁决可能会得到 共和党和民主党人的支持 成为解决第14修正案问题的方法 然而 这样的裁决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法律后果 并对其他法律条款产生影响 其次 法官们可以裁定需要制定明确的法律 来决定谁具备选举资格 然而 这将把决定权推给国会 可能导致更多的混乱和争议 同时 这也会引发一系列关于州和地方政府官员 是否有权执行判乱禁令的问题 第三 最高法院可以认为 现在宣布川普没有资格还为时尚早 应该等待更多的证据和审判程序 这样的裁决符合首席大法官约翰 罗伯茨的愿望 即让法院狭义地解释眼前的问题 避免成为焦点 然而 这是一个明显的赌注 可能在大选前后再次引发争议 最后 法官们可以将这个问题视为难以处理的政治问题 将其交给政府的其他部门处理 这样做可以避免让最高法院在政治上两极分化 但也可能被指责是回避艰难的决定 无论最高法院选择哪种策略 这个决定都将对美国的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裁决结果可能会引发更多争议和混乱 同时也会对川普是否有资格再次担任公职的问题产生影响 直男老公产房言论惹毛美国护士 是我就离婚 网友 一名美国护士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在产房接生时听到的准爸爸们的直男言论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护士在一个搞笑的影片中扮演了这些准爸爸的角色 其中最常见的是舍不得花钱打无痛分娩 并且抱怨等待时间太长 其他的言论包括质疑妻子的努力程度 抱怨妻子叫得太大声 以及对生产过程的不理解 许多网友认为这些行为不仅缺乏关心和细心 甚至可以说是冷血和不负责任的 传拜登要派代表大选后访台 北京震怒发飙 网友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有意在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结束后 派遣前任副国务卿石坦百格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帅代表团访问台北 然而 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称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官方接触 北京当局还呼吁拜登政府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息 并不要以任何形式干预台湾地区选举 这一举动可能会激怒北京 让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化 美国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鼓励台北和北京克制 这将是拜登第三次派遣访问团访问台湾 也是石坦百格第二次嫌拜登致命访台 单由中国窃取技术 美国会议员要求调查AR巨头 网友 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要求商务部对一家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掌权家族控制的大型科技公司展开调查 以确定该公司是否应该因其与中国的关系而受到贸易限制 该公司名为G4-2 最近与微软、戴尔和OpenAI等美国知名科技企业签署了协议 但是该委员会表示 G4-2与中国军事、情报部门和国有实体存在广泛合作 这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 他们担心该公司可能成为中国企业或政府从美国窃取先进技术的渠道 此举也是拜登政府试图阻止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一部分 该委员会要求商务部考虑对G4-2以及其拥有或与之关联的13家企业实施出口管制 这将禁止为获得商务部许可证的美国企业 向这些阿联酋和中国企业销售产品 阿联酋是美国的伙伴国 也是美国军火最大的主顾之一 但它越来越多地寻求与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合作 这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 G4-2的首席执行官肖鹏被指控与中国军方有广泛合作 并助长了侵犯人权的行为 此外 G4-2还与华为和华大基因等中国企业有合作关系 一些美国官员担心G4-2正在帮助华大基因收集美国和其他国家民众的基因组数据 拜登政府制定了贸易政策 试图阻止中国获得先进的芯片 以及有助于中国在新兴技术方面超越美国的其他工具 总的来说 美国国会的这个委员会要求商务部对一家由阿联酋掌权家族控制的科技公司进行调查 以确定其与中国的关系是否应该受到贸易限制 该公司最近与美国知名科技企业签署了协议 但存在与中国军方和国有实体的广泛合作 这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 他们担心该公司可能成为中国窃取美国先进技术的渠道 此举也是拜登政府试图阻止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一部分 意外贫生 波音百年招牌败坏 股价至上呈致命伤 网友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Alaska Airlines波音737 MAX 9克机的舱门 于5日在高空中脱落 导致波音声誉再次受损 这一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波音公司的关注 认为波音的企业文化腐化是造成空难的原因之一 从安全质上到股东质上 波音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变化 导致质量和安全标准下降 波音公司为了节省成本 将许多制造工作外包给小型供应商 导致质量控制不善 此外 波音在开发新机型时也存在问题 追求低成本导致忽视了飞机的安全性能 波音公司的问题并不仅仅是737 MAX系列飞机的安全隐患 波音在开发787梦幻客机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为了节省成本 波音将许多零部件的制造工作外包给供应商 导致质量控制不善 波音开发的737 MAX系列飞机 在2018年和2019年分别发生了两起坠机事故 造成了346人死亡 这一系列事故揭示了波音公司质量和安全标准下降的问题 波音公司目前正面临巨大的压力 由于737 MAX系列飞机的停飞 波音公司的销量和市场份额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波音本打算用更大型的MAX10飞机来对抗空中客车的A32-1neo 但由于航空公司对MAX系列飞机的信任下降 销量并不理想 波音公司还面临着390亿美元的债务 加上MAX10的认证延迟 压力更加加剧 波音公司需要认真反思和解决其企业文化腐化的问题 以重建其声誉和信任 美防长被诊断出前列腺癌 拜登直到昨天才知情 网友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元旦住院并接受手术 但直到数日后才向白宫和国会报备 他的病情是由于前列腺癌 并在手术后出现并发症而再次住院 虽然奥斯丁的病情已经稳定并在改善 但他的住院期间引发了批停声浪 白宫和国会表示 他们直到数日后才被告知奥斯丁的病情 而根据惯例和法规 隔人应该及时通知上级和国会 此外 奥斯丁的住院期间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这也引发了对他未能及时履行职责的批评 奥斯丁在承认自己在通报病情方面做得不够好的同时 也坚称这是他个人的医疗事务 并对决定披露多少内情负责 不过 国防部表示将每日更新奥斯丁的康复情况 并表示前列腺癌是美国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乔迁聚会便续案现场 华人夫枪杀妻子后举枪自尽 网友 九日晚间 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西郊 Donna's Grove市发生一起华人夫妻命丧枪口的家暴惨案 据报道 案发当晚 苏东伟 Dong Wei Su 音役 42岁和妻子隋亚昆 Yakon Sui 42岁因为细节问题发生争执 苏东伟竟然愤怒地拿起枪射杀了妻子 两人的儿子听到枪声后冲下楼 苏东伟向儿子道歉后自杀 警方表示 初步分析这是一起家庭暴力引发的案件 目前仍在调查中 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 包括两名友人和夫妻的未满20岁的儿子 苏东伟和隋亚昆是来自沈阳的华人 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 他们平时在美甲店工作 两人勤奋努力 之前也没有听说有夫妻关系不合或其他问题 他们最近请假准备一起回中国过春节 因此这起悲剧让人难以置信 加州只穿钉字裤的战机女见增 警察却不能抓 网友 这条新法引发了争议 支持者认为 该法案保护了性工作者的权益 减少了对他们的定罪和惩罚 反对者则认为 战机女的增加影响了社会秩序和失容 给居民带来困扰和不安全感 此外 还有人担心 该法案会导致人口贩卖和性剥削问题的增加 这一现象在National City和其他南加州地区愈演愈烈 给当地居民和市政府带来了困扰 市长莫里森表示 他们已经与警察部门合作 增加巡逻力度 但由于法律的限制 警察无法干涉战机女的行为 此外 一些居民也表示 他们曾向警方报案 但警方并未采取行动 对于这一现象 目前尚无明确的解决方案 有人建议修改法律 加强对战机女的打击和处罚 也有人呼吁 加强对性工作者的忍住和保护措施 以减少他们的依赖和风险 总的来说 该新法案导致了战机女现象的激增 引发了社会对人权和社会秩序的争议 目前尚无明确的解决方案 需要政府 警方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寻找平衡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美国养家最好和最糟的州 都在这了 网友 这意味着 加州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家庭活动和娱乐选择 此外 在健康与安全方面 加州排名第五 表明该州拥有相对较高的医疗服务质量 和较低的犯罪率 然而 在其他方面 加州表现不佳 在教育及儿童保育方面 加州排名第38位 这可能反映了该州公立学校的问题 以及高昂的儿童保育费用 在负担能力方面 加州排名更低 仅排在第49位 这意味着该州的房屋和生活成本高于其他大部分州 在社会经济方面 加州排名第39位 这可能与该州的失业率和经济不稳定性有关 事实上 加州的失业率是所有州中最高的之一 综上所述 尽管加州在家庭娱乐和健康安全方面表现良好 但在其他关键指标上表现较差 使其在家庭友善性方面的排名下降 这可能是因为加州的高生活成本和教育问题等因素的影响 2024美国最佳工作场所榜单 这家公司真想不到 网友 根据Glassdoor公布的2024年100个最佳工作场所榜单 被人咨询公司再次位居榜首 英伟达 ServiceNow Mathworks和Procore Technologies紧随其后 这些公司被评为最佳工作场所 因为他们在环境 薪酬和福利 文化和价值观 多样性 以及工作生活平衡等方面表现出色 科技公司在榜单中占据了很大比例 但今年科技公司的数量有所下降 此外 Glassdoor还对中小企业进行了排名 Whatnot Webbank Axios HQ Events.com 和Notion Labs 获得了前五名 这些榜单是根据员工在Glassdoor上匿名发布的评论进行评级的 炸了 亨特突袭国会被呛 朝我们脸上吐口水 网友 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 拜登在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出席 该委员会正在考虑对亨特控以藐视国会罪 会议开始时 亨特的出现引起了现场议员们的激烈讨论 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国会议员梅斯 Nancy Mace质问了亨特受贿的问题 并抨击了她无视国会传票的行为 纽约州民主党国会议员莫斯科维茨 Jared Moskowitz 随后提议 该委员会应该就允许亨特发言进行投票 亨特的律师洛厄尔·艾佩洛欧 在会议结束后表示 共和党人正在玩弄政治 并质疑他们对亨特的控诉 共和党人则表示 仅凭委员会成员的轮流提问 不足以进行调查 他们提议在晚些时候举行公开听证会 长期以来 共和党一直在调查亨特的商业交易 和税务犯罪行为 并对总统发起弹劾调查 拜登会换掉国防部长奥斯丁吗 他是这么盘算的 网友 拜登政府的内阁成员流动率非常低 与前任川普的政府相比明显不同 拜登在面对危机时 舆论曾要求撤换一些首长 例如阿富汗撤军引发的混乱和美墨边境危机 但拜登都拒绝了这些要求 对于国防部长奥斯丁隐瞒住院的事件 拜登表示对他的信任十足 拜登的内核幕僚团队非常忠诚 拜登也对他们忠诚相待 拜登的朋友表示 如果拜登认为某人该离职 他会让他们离开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员指出 拜登内阁的流动率是自雷根执政以来最低的 注意 今年旅行计划避开美国这些地方 网友 今年有些旅游计划可能要暂时搁置了 加州迪士尼乐园和佛州迪士尼世界的《飞剑山》将被改建 因为这个设施所基于的电影《南方之歌》被批评过度美化了南方农装面貌 和演示黑奴真实生活 取而代之的是以动画电影公主与青蛙为灵感的迪安娜的海湾冒险 佛州迪士尼乐园的星际大战 银河巡洋舰也关闭了 原因是纯粹基于商业考量 华府史密森尼博物馆总部大楼正在进行五年的外观整修和内部翻新 重新开馆日期尚未确定 纽约百老汇音乐剧歌剧魅影将于2023年泄幕 但其他百老汇音乐剧仍在上演中 虽然这些地点暂时不可去 但仍有许多其他旅游目的地可以选择 白宫 北京到底想干嘛 网友 总结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 John Kirby表示 中国近期对台湾的连串行动让人好奇背后意图 他表示 这些行动发生在台湾选举前 因此背后可能有政治因素 科比表示 美国认为台湾的民主制度需要被尊重 并希望看到一场公平 自由 且透明的选举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 Patrick Ryder表示 美国会持续监控相关情势 无论哪个政党执政 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变 将继续落实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